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国防预算 我们在蔡英文总统任内 好不容易大概从2%增加到2.5% 所以当时我们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综合国防考量说大概台湾 大概到3%大概就是差不多了 重点是这样 重点不是说花多少钱 你花那个钱要做什么 这内容 所以就目前你知道 就我个人跟我们国内的状况考量 还有跟美方有讨论过 你知道 大概目前是国防预算占GDP的3% 就没有到5%这么高 所以这个 我想是这样 从2.5%到3% 这个应该先这样 这个再到5%那是 那到底有没有需要 那个到时候再讲 那美国总统拜登是不是退选 坦白讲 这个已经剩下没有多久了 我想在利弊参办 所以还有点 这是美国的国家问题 政党问题 这哪里是我们 如果我是名嘴 我就在那评论 但是 如果作为这个正式的场合 当然我们是 就是保持观察而已 还有吗 民事秀怡 主席真的对梁师 让梁婷婷想要请教 就是昨天民众党发声明说要检讨 那除了调监事期以外 有没有觉得有什么配套措施期 当时可以做 那另外就是怎么看说教育部说 其实110年就可以将狼师暂时停职 那他认为说 北市府程序上有很多因做却没有做 这个是这样啦 服务上来讲 你知道吗 第一个 刚才讲过嘛 如果大张旗鼓就进去 要调查啦 这个一下就先引起家长的恐慌 还再来就一个不要麻烦 就是未审宣判 因为这个事实真相不晓得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 当时的社会局调查局有去调查 但是这个也不是我到你家里搜索 找到那个照片 这个就解决掉 所以当时又没有做这个动作 所以只能去调监事器来看 旁边这样问一问 所以这个没有找到很坚实的证据 那所以 事实上这个 我刚才讲过 检方 其实检调也有介入 所以我还是不起诉其问 不过那已经是在我卸任之后 很久以后的事了 所以你讲的的确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从来一遍 你知道 怎麼做会比较好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案例 很值得我们再去检讨 这个我们 不 它的确是问到我们 我们到底 所有上是这样啦 很多东西就是反省改进 我也觉得这应该要再检讨一遍 到底要怎么做 好问题 这个应该 因为我现在没有在行政位置上 这的确是要再检讨一遍 所以我们当时也把当时的过程再看一遍 现在在想如果从来一遍 应该怎么做会比较恰当 台式 主席我想请教 就是您的政治现金的结余款是三位候选人最多 所以想问一下说 你未来要怎么来做为什么样的用途 那另外的话 你也是三位候选人当中第二多 申报第二多 会不会觉得其实选民也对你有相当程度的看好 那另外呢 您之前同台李全教被绿营攻击说不吭声 那现在林佑昌也同台李全教你怎么看 第一点那个选举费用 公民党发不到2亿 民进党5亿 你们相信吗 我这很想说一群骗子 这选举费用哪里是 你只有可能 我发3.6亿 3.4亿 那国民党发不到2亿 民进党发5亿 怎么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样 这种 制度定在那里 但是 但是 但是怎么让他真的是有作用 这恐怖要是監察案自己来解决 我们这种 从2014年你知道 那个联政府的竞选费用比我还低 从那一天开始 十年后又发生说什么 国民党的竞选费用比我低 民进党只比我多1亿元 我才不相信 这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选举捷役款是这样 其实 其实那个6千万 6千万 其实1千5百万是那个 那个 登记总统的时候那个保证金 所以那个时候是 那电缓 另外 所以剩下4千5 4千5 他们跟我讲说 选后到现在 因为选后 还有办那个什么 小草感恩会 花一花 6个月花了1千9百万 现在大概剩下2千1百多万而已 所以事实上 我们也利用那个钱 这个要选取生育館 我们也开始在 我们也是这样 台湾民众党 是希望它是一个学习型组织 所以最近也开始在办这种上课 大概 也许在未来的这2、3年内 用来 我主要在做上课用 是这样 唉 我跟你说 这个是这样 如果这种场合 我不会多讲什么 有时候场合 他就站在你旁边 你想怎样 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时间到 我们后面还有行程 谢谢主席